今年9月台北市大同区发生街头枪击案 只因为行车纠纷 嫌犯直接在路口开枪 后方的被害人提供行车记录器影像 警方比对车牌车型 扩大调阅监视器 以车追人顺利破案 监视器一直以来都是警方办案利器 台北市到处都有监视器 而这个监视器也会因为路口的重要性 跟治安程度有频宽跟划速的差别 台北市现有的监视器比一比 有的还是30万划速 车牌号码不是很明显 在大的路口只能方便辨识车型 而100万划速虽然清楚不少 但远距离的车辆车牌较模糊 最好的200万划速不但车牌清晰 还可以把画面放大 不少犯罪发生了晚上 以夜间来看 就算是100万划速的监视器 灯光灰暗的地方表现模糊 几乎看不到 而200万划速的监视器 同样能保持车牌清晰 差别非常大 画质它如果全面来提升的话 附带一些辅助的功能 像说辨识功能 或者是分析 特征分析这些功能 那一定可以缩短 我们同仁调阅时间 你时间如果缩短 对那个犯罪预防的成效 一定可以大幅度的提升 相较台北市 新北市采类比讯号 虽然也有画质之分 30万跟100万 但呈现效果似乎比台北市清晰 提升电源品质 刻不容缓 更是稳定治安主力 金新闻 张叔林玉成 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